嗨 我是吴欣婷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什么是比与比值 那什么是比呢 比就是表示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生活上常用在比赛的比数 那数学上用来表示两个数量之间的倍数关系 我们会用到这个比 那比的表示法是什么呢 我们以这个15比7为例 写在前面的这个数我们就叫做前项 而中间这个冒号就是代表比的记号 就是比的记号 而后面这个数字呢 就是后项 所以比的表示法是由前项冒号跟后项这三个部分所组成 那我们就把它读作15比7 那什么是比值呢 好 我们先把刚才写的比的表示法 写下来 就是前项就是前项比后项 然后呢 比值就是把比做除法运算 也就是说前项比的符号 也就是这个冒号变成除号 然后后项呢 也造写下来 那它就会变成把前项当作是分子 除以后项当作是分母 所以它的比值表示法就会变成这个分数 后项分支前项 这个就是笔值的表示法 那我们以这个 这一题为例子 它说每当镜箱拥有九个茄子 就会拥有六颗椰子 那它让我们写出茄子对椰子的比例 好 那比例呢 它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表达相同的意思 那第一个形式呢 就是刚才说的比的表示法 那比的表示法是什么 好 就是呢 用冒号将两个数隔开 那它题目要求说茄子对椰子 所以它的茄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前项 那它说九颗茄子 所以开始先写九这个前项 然后呢 中间用冒号把它隔开 对上这个椰子 那它说椰子会对几颗 就是六颗椰子 那我们就把它写在后项的位置 所以第一个表示法就是这个九比六以冒号来隔开的表示法 那第二个呢 的形式是什么 就是利用片语的方式 那片语的方式是怎么写呢 九四写成九比六 这个就是用片语的形式所表示的比例 那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我们会用成分数的形式 也就是刚才说的比值 那刚才有说了比值就是将比做除法运算 做除法运算 所以它的分子就是它的前项 九 然后中间写一个除以 分五呢 就是它的后项六 所以它的比值就是六分之九 那我们通常呢 都会把它化成最减分数 那什么是最减分数呢 也就是说上下共同乘以一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知道六跟九 它们上下都可以共同除以三 那当它除以三之后 它的分母就会变成是 二 二三的六 那它的分子约了三之后 就会变成是三 所以呢 它就最减分数的形式 就是二分之三 这个二分之三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减分数 最减分数 所以呢 这个比例的表示法有这三个形式 第一个是用报号隔开的形式 第二个呢 就是用片语的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最减分数 也就是笔值的形式 那以上呢 就是笔跟笔值的相关介绍 对 那是一时的印象 有关系的 这一时的印象 可以听听的 但是一时的印象 就是一时的印象